热情的服务态度 殿堂级的华丽 超过百款的美食 Super Buffet是你家庭欢聚 生日派对 吃几聚餐的首选 星期五六日晚餐特别推出 新鲜龙虾和生蚝 星期二特价午餐 7块9毛9 晚餐13块9毛9 生日大餐 四位同行 一位免费 星期五小童八岁以下 任吃晚餐免费 周末更推出超级海鲜自助餐 Super Buffet地址 1221 Markham Road Elsme 以北 定做热线C62897788 天气不好 再加上号召力不够 本国占领行动规模 逐点出世 利比亚当局军方黄 不会对卡塔菲的尸体进行验尸 卡塔菲的围体 现在全放在冷藏库 当地民众排队参观 沙特阿拉伯王柱 因病在美国逝世 25号会举行双礼 各位观众晚安 新年多看10月22号 星期六的晚间新闻 我是刘家欣 新闻的详细内容 当时北约黑 今天凌晨 一栋兴建中 留高三层的房屋起火 火厂附近的住户 一度被紧急缩散 幸好火警没有造成伤亡 不过就造成最少50万家园的经济损失 今天凌晨5点钟左右 北约黑 Wilson Heights Boulevard 加Wilson Avenue附近的 Goodwill Avenue上 一间兴建中的房屋 发生移及火警 消防员到场将火扩够 火场内 部分装置架已经开始倒塌 警方担心火势会蔓延到其他民居 一度将附近的居民疏散 公施局还特别派出一辆巴士 等疏散的民众可以在车上避寒 有据民表示 在火警发生之前 曾经听到有多下的爆炸声 由于起火原因有可言之处 安省消防队长办公室已经介入调查 多伦多警方国法庭批准 罕有地公布一名未成年疑犯的身份 希望公众协助提供疑犯的线索 警方指 疑犯名为Henrico Ian Lawson 是一名17岁的黑人男子 警方指控说 在星期二晚上 Lawson在Finch和Don Mills交界口 试图盗取受害人的手机 在受害人反抗的时候 Lawson拿出一把手枪 并开枪击中受害人的警部 Lawson目前被控包括 企图谋杀进来的11项罪名 根据警方描述 Lawson身高5尺8寸 体重约160磅 身形建石 膚色较浅 如果民众知情 请立即与警方联络 或拨打灭罪热线 多伦多动物园 最年长的非洲熊丝 Rowdy 因为健康持续恶科 今天 动物园为他进行安乐死 多伦多动物园宣布 20岁的非洲熊丝Rowdy 已经死亡 Rowdy生前是狮子族群中的领导者 但多数的时候都非常活跃 曾经照顾过Rowdy的动物园管理员说 Rowdy是一只温柔而熱情的动物 他临时喜欢肉桂的气味 Rowdy留下两只11岁的红圣后裔 他们现在仍然在多伦多动物园内生活 动物园表示 园里面的狮子为该物种的保护研究 提供了宝贵的数据 由于天气不好 最加速没什么公众响应 本国占领行动的规模 也逐渐缩小 但部分示威者表示 将长时间坚守阵地 在加拿大的西岸方面 连日的暴雨 温哥华的示威者露营地点 已经变成泥塘 同时 示威者长时间的游行 也引起部分市民不满 在多伦多 只有百多名的示威者 仍然坚守阵地 注册在市中心的Saint James Park 旁边方面 示威者承诺在10月31日之前 离开露营地点 当地示威的诉求 已经变成保护无家好归者 据专家分析 恶劣的天气 并不是占领行动衰退的唯一原因 加拿大公众 响应占领行动的热情 急剧减弱 原因是本国的财政相当稳定 但是部分示威者就表示 无论天气怎么样恶劣 他们都会长期坚持示威 ROW TV 雷晨日报道 加拿大有政公人工会 提出反对政府委任的仲裁员人选之后 联邦法庭宣布 将仲裁程序一后到明年再举行 对此 加拿大有政公人工会表示不满 工会指出 政府委派的仲裁员 不单只缺乏劳资关系的经验 联邦法庭法官因此裁决 将仲裁程序推迟三个月 排期到明年的一月 再聆听双方的陈词 对此 加拿大有政公会表示十分不满 指延迟仲裁程序的裁决 令公司财政受到影响 今年6月 加拿大有政提出申筹条件 并发起罢工 而黑白政府却通过复工法案 逼使加拿大有政工人停止罢工 接受比原先更加低的申筹水平 工会就此向法庭控告联邦政府 WOW TV 雷智雅报道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 提醒对葵花纸过敏的民众 避免食用handy品牌 100卡路里的多谷面包圈 这款面包圈含有葵花纸 但是就没有在标签上用法文列出成份 该产品在安省和灰省都有出售 截至目前已经出现最少一宗 因为食用该款产品而染病的报告 目前产品生产商 干省handy food公司 正主动回收市面产品 接下来是家国各大城市的天气状况 咱们两者都会在标签上用法文列出成份 接着是国际方面的消息 利比亚米苏拉塔市的 军事指挥官今天表示 虽然各界对卡达菲的死因 全有疑问 但是当局 不会对卡达菲的尸体 进行验尸 米苏拉塔军事委员会 发言人巴萨哈罗 无论是哪一天 都不会对卡达菲的尸体 进行验尸 也没有人会解剖他的尸体 米苏拉塔另外两名军事指挥官 证实了发言人的说法 卡达菲的尸体 在20号被送到去米苏拉塔之后 就存放在该市 一间超市的冷藏库里面 就卡达菲的死因 国道政府宣称 这名前领导人 是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 被楼弹击中死亡 不过 国道委员会一名高级官员 今天就承认 卡达菲是被拘捕 他的国道委务装蓄移击毙的 这个说法 和国道委员会早前宣布的死因 又出入 一名匿名的消息人士对老头写话 武装人员在同有卡达菲之后 就开枪射杀他 目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已经要求对卡达菲的死因进行调查 利比亚前领导人卡达菲的遗体 目前被存放在米苏拉塔 一间超市的冷藏库内 并吸引大批民众前往参观 虽然米苏拉塔政府 已经将卡达菲的遗体 存放在冷藏库里面 以免引起民众的关注 不惯一个消息 依然是存在开去 由于米苏拉塔 曾经被卡达菲支持者围困几个月这么久 获释事件之后 民众都排场队涌入商场 只是为了一岛 躺在洋葱和蔬菜冷藏库里面的 卡达菲的遗用 由于参观人数太多 负责看守遗体的武装人员 只可以分批放人进去冷藏库 由于各方对如何处理卡达菲的遗体 仍然存有分歧 所以类似的展览 可能还会维持一段时间 有消息指 利比亚过渡政府 有以秘密海葬卡达菲 以免他的墓地成为新的热点 除了卡达菲被击毙 利比亚过渡委员会内 诸多派别的共同敌人 已经不存在 而这些人 会否就此陷入内乱 也是一个未知之数 联合国已经认要 为利比亚起草新的宪法 组织大选 和建设民主制度 利比亚过渡委员会宣布 将会在一个月内 组建新的临时政府 并在8个月内举行大选 沙特阿拉伯皇室 今天发表公告说 沙特皇主苏伊坦 今天凌晨 在美国纽约一间医院病逝 肯年83岁 沙特阿拉伯 透过国家通讯社 发表皇室公布指 苏伊坦亲王的遗体 将会在25号 运回沙特阿拉伯 桑礼将会在首都 利亚德的一间清真寺举行 沙特阿拉伯三间国家电视台 今天暂停播放原定节目 改为播出可南经 和沙特伊斯兰交声成 麦加大清真寺 进行礼拜的画面 据报道 苏伊坦患有癌症 在今年6月 潜往美国医病 在7月份 曾经做过手术 不过之后 官方一直没有再发布 关于他健康状况的消息 苏伊坦是沙特国王 阿卜杜拉同父义母的弟弟 同时兼任第一副首相 国防及航空部部长 排名皇住之后的 王位继承人 是78岁的纳伊夫王子 他亦都是阿卜杜拉同父义母的弟弟 纳伊夫在09年3月 被任命为第二副首相 同时兼任内政大臣 由于沙特阿拉伯拥有世界最多 已发现的石油储备量 以及两座伊斯兰胶星城 麦加和麦地纳 该国最高领导人的健康状况 以及可能引发的皇位继承问题 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在本月17日 87岁高龄的 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布杜拉 在利亚德接受手术 之后健康状况良好 有门政府今天发表声明 将继续回应联合国安理会 昨天通过的有关决议 有门政府发表的声明表示 联合国安理会第2014号决议 与有门政府致力于在海湾 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调解协议的基础上 结束国内政治危机所做的努力相扶 有门政府将会积极对待这份决议 联合国安理会昨天一致通过决议 要求也门各方立即放弃使用武力 呼吁也门总统萨利克 尽快签署海合会提出的调解协议 也门政府军今天 同返政府部落武装 再次在首都萨纳伯火 造成包括一名记者在内的 最少4名平民死亡 21个人受伤 今年1月底 也门各省先后陷入动荡 海合会4月提出 化解也门危机的调解协议 协议内容包括 萨利克将权力和平移交给副总统 于30日内辞职等等 萨利克曾经三次表示 同意签署该协议 但是都是最后一刻反悔 ROW TV 雷智艺报道 泰国总理英拉今天表示 各国多国府的洪灾 可能还会持续4至6个星期 当局政策法将洪水排出大海 英拉今天 自杀了曼谷多国受洪水威胁的地区 他对未能提前通知有关洪水的情况 而向公众致歉 他告解市民 要随时提高警觉 密切留意有关洪灾的消息 并做好应对洪水特殊的各项应对措施 英拉说 根据抗灾救灾指挥中心的评估 洪水不会完全影响到整个曼谷 不过一些高危地区的洪水水位 可能会达到50厘米至1米很多 政府终会尽其所能 最大限度感减少洪水对曼谷造成的损害 泰国防灾减灾处今天 已经确认有356人 在7月25日以来的红楼灾害中上升 这个数字 比昨日所公布的又再上升了14人 另有2人失踪 现在先休息一会 在稍后中港台环节中会报道 水务署在大埔大美都 举行10公里长跑比赛 6名参赛者不惜云岛送丸 当中一人来台 香港孕婦及妈妈明天会发起游行 表达不满外地孕婦 影响香港医疗等公共服务 晚上7点钟 股金钟外 每日收市后总结 为你分析焦点股票及财经新闻 专业嘉宾多角度分析 加深了多伦多市场的跌幅 多伦多今日的下跌指数的幅度 比美国市场深很多 全球股市行情 商品期货走势 外汇报价 地产资讯 帮你作出最明智的投资抉择 WOW TV财经节目 令你运筹为额 决勝千里